亚运会中国女排完胜泰国原因揭晓 球迷揭开扎心内幕 蔡斌早就看穿了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占泰国充分体现了李盈盈的核心作用 王云露发挥不理想 吴孟杰换上后立竿见影 第一局比赛 王云露扣三个球 一个打中两个扣飞 不具备首发资格 坦率地说 袁新月身高是他的优势 但是扣球无力 没有多大的改进 其实上一场 打越南这样相对弱的队 应该让主力队员轮休一下 他们连着打比赛 太累了 能轮休可减少伤病 另一方面锻炼新队员 袁新月篮网横向移动 确实有危险 上次撞到李盈盈 撞得李盈盈脖子直摆动 瞎篮的毛病改进不大 还有就是众会发球有什么用 怎么固定套路就是改不了吗 第二局赢得侥幸 不过终于把王云露换下了 第三局又是王云露首发 蔡斌的战术就是局面不好了 才换吴孟杰 本场比赛 王云云发球太出色了 第一次见到王云云发球这么好 也见识到王云露的遗传了 太差 或许我们球迷都错怪蔡斌教练了 在这批女排队员里 蔡斌其实最信任 最看重 最依仗的就是只有21的吴孟杰 面对弱队或打得顺风顺水的时候 坚决不让吴孟杰上场做无谓的消耗 最多拍拍手保存体力 一旦面临崩盘或大比分落后 马上派上吴孟杰救火效果非常好 蔡斌一套班子打到底的方法 真的让人不敢恭维 昨晚看了一会 结果可想而知 就不想往下看了 王云露只有打弱队才行 欲稍微强点的队就哑火 第二局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吴孟杰上来了 扰乱了泰国队的节奏 结果第二局又赢了 第三局中国队越打越兴奋 结果轻轻松松地拿下第三局 吴孟杰极差极热的表现 已经拯救蔡斌两次塞尔维亚 韩国局面一旦稳定 马上换下吴孟杰让他继续下场休息 不暴露实力 所以吴孟杰其实是蔡斌最重要的队员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